这是一台特斯拉的Model Y 去年在我们这边贴了一个改色模叫静叶辉 然后这次它又是刮叉了 刮叉了三个面 叶子板前门然后后门这一侧三个面 这应该是它可能第五次刮叉了 我刚好在这里剪这个视频呢 然后这个车主的朋友呢 刚好说到这台车 然后跟我分享了一下 他说他这个车就各种刮叉 然后人呢一次都没事 有一次他说一天出三次事故啊 人要笑死 同一天上午高速爆胎 中午被追尾 然后呢下午停在车位上被人给撞了 这个真的是一台替它挡摘的车 对那我贴完了可以看一下 其实改色模的新旧还是比较明显 比较明显 因为紫外线的造色 可能这个模有一点点黄啊 然后这个呢是新的 可以看到啊 这边都是新的 然后后叶也是旧的 对后叶也是旧的 我上次开玩笑跟这个车主说 你这个车已经五次 发生五次刮叉了啊 可能差不多整车的改色模都换了一遍了 我说你这次要不换个颜色吧 他说不换 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不换 他说这台车包括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叫静夜辉昂 站在他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颜色包括可能这个车是替它挡摘的啊 所以说就是这个颜色 他不打算再换了 就一直这么换下就刮叉了 呃 刮叉了 对 所以这个东西呢 呃 你信他就有吧 不信他就没有 对吧 反正这个客户是信 并且呢 确确实实 呃 这么多次的刮叉 然后这么多次的换摩啊 全部出现在他这一台车上 因为他有很多台车 对 所以从他这么一个事情上面 我了解到 贴膜居然有这么一个功能 可以挡摘 你们要不要来找我 铁车膜呢